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武帝这个人不要讲究是有一天他过瘦神 文武百官都献上自己的菜 结果由三道菜拖延而出 今天这道菜没想到用上了猪大肠 但是没有几个人能猜到都在里边起什么时候 以什么形式出现 这道菜首先咱们要了解猪大肠的纹理和走向 因为咱们需要一个肚兜的形状 这样就出来了 这道菜难怪适合太武帝 里边放了嫩豆腐 牙口不好吃得也非常好吃 我估计这么大的肉丸没几个人吃过 不要以为这样就做好了 牙口不好的是没办法吃的 来看一下有多大 我估计有两三斤 猪大肠里边包虾泥 我估计现代的做法应该很少有 几乎是没有 只有古代菜才有这么神体的串意 可惟的 古代的菜不但色香万俱全 而且它起名着都是有意义有故事的 期待一会儿时到终于到了 老估计品尝之前先喝一口清水 就这个麦香我做的时候差点忍不住想透吃一口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了 来看一下这质感太有实力了 我忍不住先来一口了 豆腐的香味非常濃 有淡淡虾的味道 挺鲜的 然后里边足了个颗粒感的一样 我没有多了太吃 因为这样吃起来比较香 口感也好 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重头戏 就是这个炸肺肠 它现在还没有吃呢 闻起来啊 确实有一点不会臭的感觉 但是吃些什么呢 先来一口 嗯 外面非常脆 诶 弄弄弄 老估你在干嘛 不行 等我拍完好不好 都拍完 弄 弄 吃起来就香了 吃起来就香了 跟头脱脱的 闻着头吃就行 就这道菜啊 把我家老鼓都吸引上桌子来 以前也没有了啊 就是为什么这个菜的诱惑力太大了 它都抵挡不住了 现在对南北超名菜 南北超 南北超名菜 为什么呢 南北超里 现在真的是太久了 所以说 对南北超名菜 这个总结今天一定要认真一辆 咱们讲细子一些 首先呢 这个大肉丸的呢 和现在这些丸丸 确实有很大的和区别 因为现在的丸丸没有这么大 因为东西的大脚呢 其实呢 跟味道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个肉丸呢 除了鲜 里面还非常的嫩 特别适合没有压扩着压到瓜子 重点呢 就是在这里啊 今天这才有重的东西 它不断外表输出现 你咬到这里 第一口下去 感觉拉湿了 拉湿一下呢 不要爽 猪大肠 拉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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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里面下着可见感觉 我现在又拿一口了 会不会有这些 起来 好 对 敲课 对 我是